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新店區 大平林站附近的家樂福購物 它總共有四層 地下那層是賣衣服和體育用品店 例如有Nike、Adidas、Decano、Sketchers等等 除了體育用品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餐廳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吃 不過我們今天的重點 當然就是第二層的家樂福商場 我們一起上去吧 台灣的8月21日是中元節 即是農曆的7月14日的鬼節 所以超市也有很多製製用品 會在這個時候開賣的 它還有一個叫做代客普道方案 可以幫你去拜神 不過對於我們這些 不會參與祭祭活動的人來說 這些大包裝的零食就比較吸引了 因為台灣的拜祭活動 都會用到很多零食 在中元節的這些大節日 就會有特別多這些大包裝 而且他們的設計也很有創意 看到這些包裝 其實會覺得像新年多於鬼節 因為它上面會有很多好運 有福的字 而且很多都是用紅色的設計 之前跟台灣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們會說 中元節是邀請好兄弟來吃飯的節日 所以這種大宴親朋的氣氛 其實都挺像新年的 行這些大型超市 其中一個對於香港人來說 覺得特別爽的地方 是所有東西都很大 在一間很大的超市裡面 拿著一架很大的手推車 雖然轉進去小巷子走 都還是覺得油刃有緣 加上走的時候是平日 早上比較少人 走路都挺舒服的 台灣有很多這些電動單車 很多時候他們都有加入小朋友的設計 還有安全帶 還有他們可以選給小朋友 坐在前座還是後座 如果安排小朋友坐前面的話 他還會有擋風玻璃 不怕吹傷小朋友 這種白色的通常叫做熟女車 通常都是見到媽媽照小朋友放學 或者開車去買菜的時候都會用這架 都是很方便的設計 順帶一提的是 駕駛這種電動單車是不需要車牌的 接著我們就去這個進口食品部 這裡有很多平時在台灣比較少見到的貨品 只是這個區都可以行很久 還有有時候會見到 如果有些香港都可以買得到的產品 都會覺得很懷念 他還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韓國公仔麵 還有印尼撈麵 還有泰國出的撈麵 他也有得賣 還有香港比較少見的越南麵 然後我們來到亞洲啤酒區 這裡有很多款很漂亮很文青的台灣啤酒 介紹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喜歡吃辣醬的話 這裡真的有很多選擇 雖然我本身自己不吃辣 但是看到這麼多種類和這麼多款式 都覺得很厲害 當然一定不少得香港人的最愛 就是辣椒仔 接著我們來到海鮮區 台灣會分透臭丸絲和花枝 他們的分類都很仔細 不過對於我來說 他們全部都是魷魚 還有這裡會教你怎樣選蟹 還有怎樣可以令到它屠沙 這個設計都頗貼心 那我們就先走這裡 我們先去吃茶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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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